《監製》 其實我可以說不如說我作為一個監製 其實翁導演這個我是很後的 我不是她的第一選 我是很後參與她這套戲 這套戲 我覺得第一部戲名 第二 包裝這套其實她是包裝演員 其實不如我講一下吧 我覺得那個投資方 她會看這套戲 她想見到什麼呢 真實的碎屍 我不得定 她是嬌小女 這件事有 但是這套戲是 都要有意見 變成一套中大三級片嗎 不是 她有一個要說的東西 投資方是認同的 但是她覺得你有元素認同 但是怎樣可以得到她想要的製作費 她可以拍的一兩百萬 但是在這套戲 那個影響力是不會好 就是不會大 所以我們是從哪裏包裝 我從演員開始包裝 導演已經是 我們因為她的導演是滿好 我們可以找到郭富城 我們找到金燕寧 我找到譚耀文 蕭美琦 其實我先找投資方的時候 是找到郭富城而已 什麼人都沒有 吹牛而已 他們就改了名字 然後把演員全部放上去 去包裝 而是給投資方一個很吸引的製作費 現在我當然是不斷爆出來 因為美亞不會這麼說的 但是如果投資方覺得 哇 有這樣的包裝 而是這個錢做到 其實我們阿翁導演都知道 當時我們是非常順利的 一毫都沒有減 馬上開工 其實我只有些覺得是劇本好 我這個推銷我不是一個主要 但這個推銷是幫到那個投資方 要盡快做出一個決定 所以我要平衡 就是它會顧及 這套戲有些製作費有多大 但我又要給導演就足夠的 我要爭取更大的資源給導演 我一定要拿一條莊姦的線 莊姦的線就是 那邊的風覺得好像不是很大 導演這邊覺得 哇 他的資源都挺好播 其實這兩邊都要照 這樣去推銷這個牌照 你自己個人作為監製 會不會有些Visual 或者有些Point 跟導演說 要承受這個方向的 我想聽 我不敢 我基本上就是導演那個 其實一定是導演為主 我認為這是監製的意志 監製才做導演 其實是導演那樣東西 必定有個好處 你將那樣東西放下 而就已經有些東西 覺得我對這個肉之有 有影響 我一定要他 他可以裁定 即是我不覺得監製是主控的 那些都是一個 即是作為你 你一個韓國人 經驗的電影 你覺得是監製 我們不提醒他的 他也不是時時的過過 不是 其實我覺得 他畢竟是這套電影 我們要顧及一個市場 不如有大陸的市場 比如說有些責任的 有些藏著的 我們要溫暖 但大陸的市場 是想作為 我們很厲害的 大陸市場都很厲害 想作為甚麼 作為合法片 不是合法片 不是合法片 觀眾可能不知道 什麼叫合法片 合法片 就是說 是在大陸可以供顯的 包括有大陸的投資 這個其實是藍的 原因我們是有一個大陸 在香港的混交少女 是他一度已經是不行的 那大陸市場是甚麼呢 關於人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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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我最喜歡 拍的幾個血腥 或者是 其實第一 我們不是以血腥為主 以床上的混交為主 但是這些不可以沒有 我們是會比較低調處理 即不失那樣東西 而我們又會是 將那個背景淡化一點點 即不讓那個大陸來到的兩件 因為沒有派必要 就是必定要 百分百要這麼做 這個導演是非常大的協助 如果導演在這裡不願意的話 其實是行不了的 因為剛才哥給了大錢 那很多戶城都不會幾百萬 給了錢你 他要知道市場有多少 他要知道是大陸可以 以為我們提供了大陸版 大陸版是願意做這個程度的藥貨 那我們就可以說 有全世界市場 還有大陸的市場 這個當然是我們 跟投資方大家的 商量項目的一個程度 但經驗到這裏都已經分析了 我想問呢 就是說 當你有些年輕人 你看著他的 你會覺得做一個成功的電影監製呢 他應該具備些什麼 不要只是看著這條數 我自己覺得純粹在製作就是看著這條數 但我覺得這個監製其實是要平衡 那個項目本身的質素 和那個預算 因為你爭取的質素是對導演負責 你不去控制那個預算是對你的商品負責 所以我覺得監製其實是一個中間人 其實最兩頭都是 整個都兩面很好 就是你要調和 調和婆息 這個又要這樣 那個又要這樣 你要做一個平衡 要不然你就編了投資方 對那個導演不公平 幫了那個導演 投資方又超之又成 對投資方也很難事 所以我覺得是 最重要是協調和平衡得到 那你自己本身的性格 應該要有什麼質素呢 我想要比較 如果剛才說平衡這件事 其實有些是要 那個性格上要善於協調 善於協調應該是這樣 你過於偏執這件事 我相信都沒有 那性格上要不要太主觀 也都有那種分析 那兩面 你聽聽他講 他聽聽你說 那種意義 其實這個 那個監製呢 其實都要什麼都要知道 就是很可憐 就是你又要 譬如說投資的大環境 投資人想什麼 市場現在的問題是怎樣 整個發行是怎樣 現在那個實質的製作上的環境 就是有個正的 有個項目很好 我就找張志儀做 這些是不實際的 這些不實際的 就是沒有留這些不實際的 我覺得是 基本上整個生產的 那個業務 整個生產的 你全部都要知道 你要知道才能夠平衡得到 那麼 那監製最需要 就是多多多多 好奇一點 多看書 多看報紙 多看大陸發生什麼事 台灣發生什麼事 何地活現在又怎樣 那些這樣 有些少許歸立 要好奇 要勤勁 要看很多事情 要不要 就是不要叫什麼 停在那裏 顧布自封 要不斷抗爭 哪個職位都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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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裏仇勤 就是你勤勤 你哪會可憐你 最足給你搞定的 三年四年都是 那志光教練 那志光教練 我們是否休息 一陣陣 其實我覺得 可以大家有些什麼問題 就是針對那個問題 聽一下 不如我們不要休息 想去拿東西 就自己去 是 洗洗少許 不如想問問題 或者我們 因為有不同類型的朋友 有是 是已經想入行 或者已經是入行結束 有些就是 只是想 其實很多拍電影 就想做導演 但是會不會因為 聽到你說 都不好 因為我成家做 做制片 都挺好 對導演說得無所謂的 我這個時候 我都說 最導演 第一 最導演 如何入行 我第一 跌入電影評論中心 第二 找一個監製 我當然說 找一個監製 第一個導演 密識一個動力 能夠拍攝當去做 因為剛才導演畢竟是一個創作人 他可能只能通過電影廠 自己去推銷東西 真是很不放縮 心斷的 你其實要有一個找到你的 譬如說 找到一個人做監製 他善於做行政 善於協調 他幫你去做一些 這些 譬如去Future的東西 所以最後Future 導演都要參與 但你看到整件事 當初其實是一個行政 快點你找到一個partner 你再去做這件事 你就視乎充滿 因為導演你叫他銷售的 很興奮 是的 我親眼看了這本 90年代 1000年代 很多導演 雖然沒有朋友 原來第一個朋友 算不算是找一個 真正和你拍照的創作人 就是監製 你看現在的市場 還有一個公司 柳偉強 陳羅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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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的大導演 都有一個 叫做自己的監製 管家樊也好 都有一個 拍著一個 持久的角度 因為這一件事 這個人了解他 了解導演 他要做事的風格 之後 了解導演 他的要求 就算他已經成了迷路 最後他發現他還是找一個人 一個伴侶的 所以如果你們現在開始 已經去找一個伴侶的規模 就不用走那麼多彎路 這是一個創作家行政的組合